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我们说的话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嘿有沙图 一个分享对话汉语 和外中文教学的自媒体up主 如果你对对话汉语学习留学感兴趣 就请关注我吧 每周看新片哦 在详细介绍教学方法和经验前 现在了解学习中文的潜在人群有哪些呢 认识的不认识的 好像都在高喊汉语热 喂 汉语到底有多热啊 老外真的爱汉语吗 有多爱 他们真的都在学汉语吗 怎么学 今天的视频跟大家聊聊 海外学生学习中国话的这些事 那到底谁在学中国话呢 今天的内容一共分为四个部分 谁学中文 他们在哪里学中文 中文课堂学点什么 他们怎么学习中文 所有内容都是我这几年教中文以后的 小小的经验总结 一家之言 仅供参考 到底有哪些人需要学习中文呢 按照中文程度来分 主要有初学者 进阶学习者 和有中文背景的中国学生 中文初学者也就是零基础的中文学生 他们没有任何中文背景 也从来没有通过任何渠道 学习过中文 进阶学习者呢 包括在学校和教育机构 接受过一定程度的中文学习 或者说他们曾经聘请过私人教师 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学习过中文 在中国或者其他有中文背景的国家或者地区 生活学习工作过都算了 那么怎样判断这个学生是不是有中文背景呢 如果符合以下三点 或者任何一点 基本上就可以判定 他们就是 学生如果在家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上海话 客家话闽南话等等其他方言 学生只讲英语 但父母在家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上海话 客家话闽南话或者其他方言 或者说他们在中国或者其他有中文背景的国家和地区 生活并且接受过教育 如果按照年龄分的话 大概可以分为学请儿童幼儿园中学小学大学大专 以及其他学历的成年人 你正在或正准备教哪个阶段的学生呢 留言告诉我吧 给不同年龄的学生上课当然会有不同的教学方案 在以后的视频里会继续分享更详细的经验 按照学习目的的话呢 我们可以分为slider上划分的六个方面 第一个是兴趣爱好 我真的有教过只因为喜欢学习中文而学习中文的学生 他是一家日本软件公司 细腻分公司的职员 英语好到听不出有日本口音 他不为任何商业目的和旅行目的 就是单纯喜欢学汉语 第二种是工作需要 这类学生大多更倾向于学习商务中文 考试为目的的学习 主要集中在在常规学校里或者需要去中国留学的学生群体中 这些考试包括普通话考试 升学考试等等 学术需要跟考试为目的的学习非常相似 但是学术需要跟倾向于学生群体来 学习内容包括中文写做中文演讲技巧等等 最后两种旅行和生活更偏向于日常用语 就跟我们学习英语日常对话是一样的 内容包括怎么去买东西一点 餐问录这些比较常用的字词句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 好像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中文背景的外国人才需要学习中文 但事实上有一定汉语基础的中文学生对于老师来说是更大的挑战 比如说那些有一定中文基础的学生中 他们可能一直以来只认读和书写繁体字 像我这种从小学习简体字的人来说 有时候不仅仅需要认读他们写着繁体字的作业 还需要会修正繁体字的书写错误 我的天哪 另一些学生他们在家里讲普通话 但是他们只是可以用普通话做日常交流 完全不识字 更难的是 老师和学生都用第二语言教书和学习 比如说学生在家讲西班牙语 在学校需要用英语学中文 如果他刚好英语也没有那么好 学习中文来就更吃力了 况且老师的英语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中文学生都在哪里学中国话呀 对于各个年龄段各种学习目的的学生来说 中文教育机构是首选 教育机构的学习内容和时间相对灵活 大多没有升学的压力 在我工作过的几个中文教育机构里 中文课都不在教育机构的办公场所开课 第一个开课场所是社区图书馆的教室 和其他专门用来租赁给各个教育机构的教室 上午教学前儿童向午教小学到成人 有时候同班的学生的年龄会不一样 中文程度也不一样 第二个呢就是租用常规学校的教室 上课前或放学后 中文教师到固定教室里上课 这些课程大多是小学阶段的兴趣班 一般不同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学习 这些学生的中文程度和学习接受难力差异非常大 比如说在家完全讲中文的二年级学生 和完全没有中文背景的六年级学生 可能被分在同一个班里呢 常规学校里的中文课 基本就跟中国学校里的英文课是一样的 有的幼儿园和小学有中文课 有的学校到中学才开设中文课 但是所有中文课都是选修 我们的英文课确实必修啊 中文学生都用什么教材学习中国话呢 教育机构的教材更丰富一些 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有的教育机构会有自编教材 就是那种自己老师编的市面上买不到的教材 另一种当然就是市面上买得到的教材啦 比如说买了一瓶中文教材 算是比较有名的教材之一 HSK普通话考试类的教材是必选教材之一咯 当然也有老师自己编写的一些练习题 在常规学校里 幼儿园到小学没有规定的教材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话 中学的中文课程主要用你好这类符合 HSC Chinese K10 Syllabus的教材 另外所有学生在中学的时候必须学制造一门外语 中文就是其中一门可以选修的外语 但是不是所有学校都有中文课 关于澳洲学中文学什么 以后也会上传相关的视频 记得关注哦 大学除了有课程内规定的教材以外 有的大学与孔子学院有合作关系 大学生可以参加孔子学院的中文奖 学习中国文化、历史还有社会 中文学生都怎么讲中国话呢 跟我们学习英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教过的课程里 只有学前幼儿的课程是45分钟的 其他都是60分钟一节课 除了一对一的课以外 还有10个人以下的小班课 和23人以下的大班课 有的地方规定 一个教室最多不能超过22个学生 所以所谓的大班课 其实人数也不是很多啦 其他方面跟我们学英语 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教学工具辅助学习 也有考试课堂活动 当然必须有作业 老有人跟我说 外国学生没有作业 作业是有的 只是作业形式和作业量 跟我们不大一样而已 如果你有想看的视频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在这里等你呀 谢谢你看到最后 我们下次见